主日三分鐘,慈悲特殊欺憐專輯,開啟聖門,儀式原格,在若望福音和路加福音之中,都有講述門的深層意義。 我就是門,誰若經過我進來,必得安全,可以進,可以出,可以抓著草牆。家門是女逃者,甚或浪子回到家園的安慰。 聖殿或聖堂的門,更加成為上主的子民回歸家園,從得上主保護,獲得封聖生命的標記。 尤其在聖堂舉行主的聖宴,彌撒的時候,更加是天國的遇上。 在慈悲面容兆書,教宗封制郭班令慈悲禧年,在2015年12月8日,聖母恥胎無恬尖禮,以開啟梵蒂岡聖達多禄大殿的聖門作為開祠。 他也邀請國地教會,在將臨期第三主日,開啟主教座堂,或有特殊意義的聖堂,甚至是朝聖地聖堂的聖門。 並稱之為聖年期間的一線慈悲之門,讓朝聖者找到悔改的途徑。 聖年開啟聖門儀式,正涵蓋著浪子回家,留曬者重歸故里,進入善目的陽棧及教會的家, 寬盡上主之門等的意義。而日後,朝聖者跨越聖門,也是重現同樣的意義。 歷史之中開啟聖門的儀式,按記載,歷史上第一次開啟聖門是在1423年。 傳統聖門儀式的特點,是從1500年至1950年間的聖門儀式基本是相同,都有以下的特點。 以長壁封閉聖門,從1500年至1975年間,羅馬四大殿,即是拉特朗大殿,聖伯多禄大殿,聖母大殿,城外的聖保禄大殿的聖門,都是從大殿之外以長壁封閉,而不是用門。 因此,開啟聖門,就是作開封閉,而不是開門。 即是教宗會作開一小片封閉之後,泥水像就會繼續作開整塊封閉。 取,在1499年的聖誕節,教宗用取擊破封閉聖門的長壁三次。 鏟,第一次技術教宗用鏟來封閉聖門封閉,是在1525年的聖誕節。 鏟,最後一次就是教宗比約十二世,在1950年的聖誕節。 鑽,第一次技術,在封閉聖門儀式中用鑽,是在1500年。 按1423年欺年的技術,信友熱衷於聖門封閉的碎塊,在拆射了封閉之後,他們爭相拾取,不放人甚至帶回家作為聖誕。 1501年主顯節,在封閉聖門儀式中,由兩位書記在封閉之內放入一塊小金磚和一塊小銀磚。 錢幣,1500年欺年已經有習慣將一些錢幣放在聖門封閉,最初是直接放在水泥裡面。 從1575年開始,錢幣是放在金屬箱裡面。 聖水,1525年已經有記載,封閉聖門的時候,是用聖水祝福封磚和水泥。 後來,聖水亦都用在開啟聖門。 當封閉被拆除之後,在大殿聽告解的司徒,就會用抹布和聖水清潔聖門門框和門檻。 木門,在大殿之外,聖門是以牆壁封閉,在大殿裡面就會用簡單的木門封閉。 1975年的聖誕節,在封閉聖門的時候,作出了以下的變更。 教宗不再以鏟和磚來砌建封牆, 只是簡單地關閉了1950年所促盛的兩線銅門。 門是面朝大殿之外。 後來,才在大殿裡面再砌建封牆,並以傳統的金屬盒,聖載錢幣和文件,藏入封牆。 以下幾點我們值得留意,在1975年關閉聖門的時候,已經將視線注意在聖門,而不是在封閉上。 門是作為基督的象徵,就更加明顯。 沒有封閉,取和鏟也不用了。 在遊行隊伍當中,是包括了各州的教友。 他們以花和香來向聖門致敬,是向基督致敬。 在二千年希臉的主題背景,以花和香作為喜樂的標記, 來代替由聽告解思讀,用聖水結淨聖門門框的懺悔表現。 吹起號角,更加有開啟欺憐的標記作用,就像舊約的傳統一樣。 主耶穌基督,你教導我們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。 你教導我們,看到你就是看見天父。請向我們顯示你的面容,好讓我們得救。 請派遣你的聖神,為我們富有,好能聖化我們每一個人。 願慈悲欺憐,成為雙主廣師恩寵之年。 傳統的證明舍很相似閒 contin雲。